繼甘比亞建交大陸 在蔡總統出訪前不到一個月 申多美 普林西比閃電宣布斷交 吹響兩岸的外交戰序曲 回顧扁政府時期共計10次的外交之旅 其中就有4次在出訪後不到一個月內 包括馬其頓 諾魯 根瑞納達 塞內加爾等國宣布與我國斷交 就怕申多美 普林西比 如同當年苦牌效應的第一張牌 單位提醒蔡政府務必防患於未然 事實上即將在下個月7號 起航的英傑專案 造訪的中南美四國當中 包括新增的宏都拉斯 以及尼加拉瓜 紛紛遭到外交人士私下點名 邦交亮黃燈 不少過去都曾經與有對岸示好的紀錄 只是礙於馬政府時期兩岸外交兄兵 並無實質動作 如今兩岸走入忍對抗 局勢當然不可同日而語 這個黃燈區應該是在中南美洲 明年1月要出訪的目標也是中南美洲 所以在中南美洲的這個角力戰 兩岸可能會競相競逐 就怕險峻的外交局勢再生變數 硬派政府企圖設下停損點 嚴防可能的雪崩效應 記者曾經安張 宇仙SN區小組台報導 12月28日起 中天綜合台 黃金九點 讓愛飛揚